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同演艺宝贝 虽然代孕题材有争议 但是三位演员的演技无可挑剔 除了胡幸儿获得荣誉 两位小鲜肉丁陈欣跟马伯谦在节目现场收到了电视剧《我要逆风去》的邀约 验证了他们的市场价值 胡幸儿获想之后与丈夫李承德连线情自告知喜讯 不过其实李承德跟大儿子李怡婷早就看了直播 两父子在香港远距离支持幸儿 得知幸儿夺冠一刻 两人十分的兴奋 李承德除了展示与妻子童话视频记录截图之外 也公开了长子看直播的画面 胡幸儿返回内地工作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丈夫儿子见面 两夫妻育有两个儿子 长子由香港留在父亲照顾 而小儿子李怡玲就是跟随着母亲一统工作 胡幸儿在拍戏之余抽空带孩子 李承德吩咐太太完成工作就要早日返岗 一家四口团聚 在李承德长文里面 他透露胡幸儿参赛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但是为了通过才华和能力 能够赢得人们真正的尊重 他尽力一搏 胡幸儿知道现场表演并不容易 但这也是自我挑战的机会 能够拥有才华的演员 以及伟大的导演合作 多大的压力都值得 胡幸儿没有告诉李承德 他的参赛细节 但是作为丈夫 李承德通过工作人员了解到 现场表演很少彩排 而且要适应各种摄像机角度 以及陌生人的评判 这些都是胡幸儿需要短时间内克服的困难 李承德见证了太太参赛的整个过程 看到妻子加班加点从不抱怨 她每次都会送上鼓励 大赞胡幸儿你是最好的 但幸儿认为丈夫有滤镜 不愿意相信她的彩虹屁 现在胡幸儿胜出 李承德终于有机会证实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老婆果然是最棒的 TVB一众花旦纷纷留言 为胡幸儿送上祝福 最后李承德公开向太太表白 我不记得我有多骄傲 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赢得比赛 但是现在让我们好好享受一下这个赛果 当年胡幸儿是通过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 但是刚出道时 因为长相的原因受了很多的酷 甚至是有导演当面对她说 你永远也成不了主角 这句话对胡幸儿的打字很大 不过她并没有因此放弃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胡幸儿通过我的野蛮奶奶 首次进入了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我最喜爱的女主角的五强 并且通过了Astral华丽台电视剧大奖 我的挚爱女主角 从此胡幸儿的事业仿佛是开了挂一般 还获得了诗后 按理来说TVB是帮助她成功的地方 为何约满了之后 胡幸儿想要迫不及待的离开呢 没有继续签约TVB 胡幸儿选择和销定旗下的经纪公司 也就是GME签约了 但是胡幸儿的北上之路并不好走 刚开始接拍了一些影视剧 那大多都已经铺鸡了 给观众留下的印象 也只是剩下和孙力合作的 那年花开月中元 而正在这个期间 胡幸儿遇到了现在的老公李承德 两个人的恋情刚被曝光时 其实都并不被看好 因为李承德也是一个著名的花花公子 还曾经和胡幸儿的闺蜜李世华在一起过 后来两个人步入了婚姻殿堂时 还有不少人正在可惜她和黄宗泽的那段爱情 但对于胡幸儿来说 李承德就是更好的选择 结了婚之后 安心了的胡幸儿本来打算一展拳脚 发展事业 但是老公李承德却不时地传出花边新闻 胡幸儿值得加快早不生孩子 为此还减少了不少的工作量 留在了香港 这让原本表示不介意自己被封杀 要往内地发展的胡幸儿 没有办法又只能重新回往香港市场 无奈之下 胡幸儿只好找到经理任肖定出面 还主动提出赞助2016年港姐决赛的所有晚中 最终主动上门 求TVB给机会 才得意和解 和TVB和好之后 马上她就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胡说八道去旅行 不过这并没有改变TVB在胡幸儿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和解则暂时的 她心里面一直憋着一口气 终于等到这一次的新剧播出 转头了李泽凯的ViuTV 让浅东家难堪 她却只是风淡远轻地说 只是自己刚刚好遇到了好的剧本而已 看得出来对于这一次的付出 胡幸儿十分的重视 所以在新剧播出之后 就主动在采访之中自暴前世 还透露自己被背叛的事情 第三者的出现真的是伤心又伤身 自己以前也曾经遇到过 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此话一出 不少人都会马上联想到黄宗泽 毕竟两个人曾经在一起七年 一度被外资认定为是一对景童玉女 会一起走到最后 就连当初两个人公布恋情时 就是在火星儿获奖时 那一张合照也是令人难忘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他们 也已经在一起差不多六年了 六年时间 黄宗泽曾经爆出过无数的花边新闻 让胡幸儿伤心不已 而每次胡幸儿还要为他说话 帮他兜地 每次绯闻过后 黄宗泽总是会哄他 跟他说等自己获得试地就结婚 或者是等胡幸儿获得试后就结婚 胡幸儿选择了相信 所以在他获得试后的那一年 他选择了公开恋情 当时很多人都在为他们选择公开 开心不已 但是只有胡幸儿知道 这是骗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黄宗泽上台之后 犹犹豫豫 最后只是说了几句祝福的话 便没有了下文 所以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被抱分手了 分得很是决绝 黄宗泽多次挽留 这一次胡幸儿再也没有回头 很多人以为胡幸儿只是心血来潮 其实只不过是失望攒够了 在这之后 有媒体拍到了胡幸儿和李承德的恋情 两个人很快就结婚 并且还把孩子给生了 如今的家庭稳定幸福的胡幸儿 又选择重新出来闯荡事业 参加了演员请求为二 被质疑是为了红而不惜自降身份 可是现如今流量当道的娱乐圈 早就是以流量为王了 所以我们还是默默的期待 胡幸儿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吧